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学早前介绍了 步速快可降组死风险24% 也有一个视频说 跑步降42%老人痴呆的发作 今天也说暴行 包括范围更广泛 包括老人痴呆、癌症、心脏病 现在就跟大家讲一下最新是今年1月的报告 他说一个人如果能每天走上一万步 可以达到延年益售效果 还可以达到预防疾病 如老人痴呆、癌症、心脏病 同时可以抵抗衰老 这是由涉利大学和南丹麦大学的共同研究 取自2013年至2015年 英国内7万8500人 他的研究说 每天走一万步 降低患老人痴呆50% 癌症30% 心脏病75% 而且可以改善健康和抗衰老 更加走得快 对效果更加理想 这个研究是跟进了7年 跟进他们的健康状况 参加者要将他们的健康记录 包括住院、有没有癌症和死亡的登记 都是供给他们作参考 研究指出这些是观察性 并没有直接因果的关系 但强调在这两项研究中 看到的人群层面是很一致的 同时这个研究还发现 不用每天走足一万步 都有明显的健康益处 其实2000步至1万步 过早的死亡风险都会下降 由8%至11% 而超过1万步之后 这个结果是趋于平稳的 这项研究还发现 加上速度更加快些 对健康更加有利 专家表示 每天走一万步可以减50%失智 但如果以更快的速度来走 额外可以减多10%至15%的风险 所以他说 你走路的速度和你走路的数量 一样重要 甚至速度更为重要 为了令你的身体更健康 如果在30分钟之内走得更快 对身体更好 但是专家又强调一点 如果你走得太多 譬如一天走两万步以上 对身体的益处是会减少的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 越多越好走得累得不得了 都坚持下去 这样对身体反而不利 希望大家越走越健康 多谢您收听